好 今天的神拜正式開始 麻煩大英姊妹起立 我們一齊圖唱《主在聖殿中》 麻煩Vida 開始第一句 聖殿中 普天下地人 在主面前導力 當屬聖 屬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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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殿 屬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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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請第二兄姊妹依然集立 我們祷告 親愛主 我們都感謝你 感謝你 保守我們有 靈安的腳步再來到你的殿當中 求主保守今天以下來的時間 讓我們在今天的講道當中 可以聆聽到主理的信息 我們學習到如何在一個 非常混亂的 非常動盪的世代當中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如何可以持守信仰之餘 就可以作為一個基督徒 在群眾當中 可以突出我們的理念 求主保守以下來的時間 再討告是主基督徒的名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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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唱第一首歌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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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고� stol 不看我眼淚 感謝神 這個人 寂靠我眼淚 感謝神 或大我眼淚 感謝神 全我眼淚 感谢神,我将专通报,感谢神,奉护共益,感谢神,是我父与乐,在绝无旅得安慰,感谢神,是无客人的,感谢神,无悲似爱。 感谢神,奉护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但愿我们凡事这一,当我们在不好的环境里面,这个当下上有神一句话。 感谢神,似六个玫瑰,感谢神,玫瑰有此。 感谢神,似家庭温暖,感谢神,游福安安,感谢神,似喜乐有首。 感谢神,熟天平安,感谢神,似美天盼望。 感谢神,感谢神,似美天盼望。 感谢神,似美天盼望。 看顧你 我們感恩了 麻雀都看顧 何不是我們呢 你唱歌的春節下 千父別看顧你 千父別看顧你 時時看顧 處處看顧 他必要看顾理 天父必看顾理 游殊老父心装失望 天父必看顾理 危险临到无尊 天父必看顾理 天父必看顾理 游殊老父心装失望 游殊老父心装失望 天父必看顾理 我们想想弱霸 弱霸很艰难 上帝都是照顾他的 安护他的 你将一切忧虑交给神 因为他照顾你们 顾念你们 天父必看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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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得盖 走 ρ 第二年 他做了梦 生女凡年 不能睡觉 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恨邪术的和加纳底人照来 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 他们就来站在王前 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梦 生女凡年 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加纳底人用阿拉的语言对王说 愿王万岁 请张纳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加纳底人说 梦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我必被凌迟 你们的房屋必成为分队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就必从我的这里得赠品和掌识 并大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 请王将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说 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言辞 因为你们知道那梦 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 只有一法代你们 因为你们预备了方言 连语向我说 要等候时势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 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加纳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人能将梦所问的事说出来 因为没有君和大臣掌权的向术士 或用法术的或加纳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王所问的事甚难 随了不与世人同举的神明 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因此王气纷纷地大发烈露 吩咐灭绝 加比伦所有的哲士 于是命令发出 哲士将要填杀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王的护卫长阿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 但以理就与欲言而回答他 向王的护卫长阿略说 王的命令为何这我紧急呢 华下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但以理为进去求王欢咸 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阿哈尼亚 米沙尼亚 埃萨尼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与痴连闻 将这奥卫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烈亡 这奥卫的事就在夜间仪仗中 给但以理显明 但以理愿清重天上的神 但以理说 神的名是应当冲赞的 从梦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服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黄立黄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智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恶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亦与他同居 他我们祖的神啊 我告诉你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刺激我 尽准我们所求的 反王的事 替我们指明 于是但以理尽去见阿良 就是王所派 灭绝巴比伦的哲士的 对他说 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 求你令我到王面前 我要将梦的讲解 告诉我 是识经读的 谢谢大家 比较长的 大家的眼睛都很好 不过我们听这篇讲到之前 我想讲解一下背景历史 因为旧约其实比较复杂的 或者如果你没有听到圣经那些 就其实不是很明白 那段历史是讲什么的 我简单讲一下 其实旧约就很好的 从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就讲起 整本圣经其实就是 以色列人这个民族 去显示给世人听 神的和他们同在 还有在这段历史里面 以色列是如何倚靠神 跟着也都是他们如何背影 我们现在看新闻都经常看到 以色列人家都和周边 哈马斯他们都有很多激战 很多示威 其实都是和这个民族有关 所以很有趣的 如果我们去了解历史背景 一路看圣经 我们会看得很投入 这个图其实 这个圈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知道的 最早的文明起源 就是米索不戒米亚 是最早的 现在考官找到最早就是 那些文字 很多法律都是原来在这个地区 都是伊拉克 以前就叫巴比伦 那他们经常听 阿伯拉罕 在哪里来呢 就是吴义 就是在这个位置 很奇怪 其实开始 这个地方 他们拜了很多神 很多不同的神 我们回看历史书 很多不同的天神在 阿伯拉罕 因为听到神的呼召 就叫他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带了整个族群 就离开了 一路路线就在这里走 因为这里是沙漠 所以这条线就是一条 很经典的路线 也是一条经商路线 以前的古代 他就去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里 这就是所谓的认他之力 也是现在打仗打到很乱 而且是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想到解决方法 如何解决他们的纷争 去到这里 阿伯拉罕 现在都是很多炸弹 很奇怪 你看到神说 应许了这些流奶与蜜 之地给这个民族 但其实这个位置 是一点都不太平 我们看到这里隔了沙漠 然后这里很多国家 如果他们要打埃及 那些路线一定会经过这些地方 所以是完全是不太平 但很奇怪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 你看到神就是透过这个民族 去告诉全世界 神的同在 今天看那个旦以利是什么情况呢 但是其实就是 但是其实就是 但是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族 是被老的 在605年的时候 就因为巴比伦 那时候那个利布格尼撒 其实是去埃及的 但是路经这里 那时候他们已经是 继续埃及管的 其实 利布格尼撒经过这里 那时候就将一群意识列民 就老了回到这里 很奇怪的 因为最初的时候 阿巴拉康就是离开吾尔 巴比伦 就是要他们 因为要他们敬畏神 独立的真神 但是这里就是多神教 这里是一神教 然后因为那群意识列人不听话 所以就最后有神找到他 回到巴比伦 这段历史就是 就是在圣经那里 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圣经如果我们 看回整个历史这样看 我们会 那个思路会比较清澈 就会由出埃及 一群阿巴拉康的出埃及 接着去到荒野那里 接着等待入加拿地 接着经过很多争战 接着就 接着经过一段史诗的年代 那时候没有国王 就是一帮史诗在那里 那时候很分亂的 接着就 成立正式成立一个国家 接着就 后面的历史就是怎样亡国 其实不是很长的历史 500年左右而已 但以来就去到这里 就是巴比伦人就将他们 就老了去那里 是的 那圣经旧约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作者 就在不同的年代那里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那本圣经 就是我们就很幸福 就是有一本来看 但是以前就不是 因为以前就是一个历史当中 他们是在经历整个过程 他们是依靠神 接着那时候有很多先知 神会透过先知 告诉他们 你们是要有信心 你们要跟随神 但是那帮人不听话 这些历史都是在圣经里面 旧约 旧约就去到主前的四百多年就没有了 接着就没有先知 接着就到我们新约 新约就是主耶稣诞生开始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看新约比较多一点 因为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那如果有基本的了解 那我们就可以再清楚一点 以下来我们的讲道的内容 那我们知道在一个 你看到在一个五分年的环境 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就在战乱的当中 那么多年都是 在这个民族怎么去处世 他们为什么会到现在 他们可以复国 还有这些很多东西都在圣经里面的 语言当中的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角度去看 那我们就会听得不明白 很多东西了 不阻挡大家的时间 但是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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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也要为党道的题目 要有点提示的 上周 阿平报告 就是他认识这个波决文贵 是来自工心计资 这些东西 是吧 但是这样使用我们 我们一起去低头调调 我们一起去低头调调 主要现实的环境 可能真的是很艰难 但是主要我求你去教导我们 希望让我们能够可以将焦点能够对阶 不是将眼前的困难 将眼前的荒谬 将一些疯乱的东西放大 而是学习将焦点去对准你 让我们看到的是你的信心 看到你的智慧 看到你的能力 以致我们能够处遍不击 主要能够处遍不击 主要能够处遍不击 主要是使用的 让我们成为这个事业的方式 剪掉了 因为最后一个道路 不好意思 今天就选择了这篇道 因为 因为已经6月份了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们都要记得 19年到现在5年时间了 很多人 特别是香港人家 都可以用各种东西去形容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英国有很多人 很热闹 现在我们澳洲也有越来越多香港人了 看到香港人其实大家都心里是有一条刺的 大家都觉得心心不忍 很多人很不平衡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别井 离开呢 当然有很多人就会很激烈的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一篇 看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如何去平衡我们的心理 在这里想分享一个经文 就是叶利米书的 刚刚也说过 旧约 其实就是犹太历史当中 不同的作者写成的 那叶利米是一位先知来的 那就是 这一段东西就是 犹太人被老之后 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但是其实先知一早已经说了 我们读一读 就是因此万军之夜和华书 由于你们不遵行我的命令 我已召集北方各族和我的独人 马比伦和尼布格尼撒和 去攻击这边土地和 其中的居民以及周围各国 我要彻底毁灭他们 使他们的下场狠可怕 令人此事 土地永远荒凉 这是夜和华雪的 我要使他们的欢乐性 新娘新娘的欢笑声 推磨声和灯光都消失 整片土地要变得荒凉可怕 他们要臣服于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后我要报应巴比罗王和他国民 加纳底人的罪 使他们的土地永远荒凉 这是夜和华雪的 我直耶利利所说有关列国的语言 都记载这书上了 我的华必仍然在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必受各多国家和强大均望的路易 我要按他们的所谓报应巴比罗王 我们现在再看圣经 就是我们之后再看 这段其实就是巴比伦灭王之前 其实神借着先知说给他听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 看完这篇讲到 或者我有些提问 我们看看第一条 在面对不合理的命令的时候 信仰如何影响你的决定呢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 政府有一些很不合理的法律担保出来 是否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影响我们 去面对这些法律的决定呢 你会觉得 是不是神经病很顺服的嘛 常常顺服的 叫我们顺服领导人 如果领导人说的 领导人说的 的命令是不合理的呢 好像都要听的 因为可能神又有计划在这儿 好 多谢Vita 有没有其他回应 OK 来看看第二条 如果领导人说的 与婆在危机中保持对神的信仰和依赖 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坚守 我们对神的信仰呢 祈祷 祈祷 是的 OK 好 好 第三 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坚定的信仰 并见证神的荣耀 都是祈祷的 大意你一样 完全靠祈祷 好 晋三 和祈祷 OK 对 对的 一定对的 还没有其他有任何问题呢 没有的话 其实都 看回一些 但以你 那个 经历当中 我们去怎样学习到呢 第一 就是忠于信仰 但以你是坚持自己信仰的 即使面临生命危险呢 他面对一些不合理的法律的时候 那他什么 祈祷 第一件事 他想到去 祈祷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智慧 求神的帮助 那我们基督徒是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 和价值观的 特别是面对一些不平等 或者不公义的法律的时候 那我们有自己的立场 我们也要表态 就不是说不出声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说 我们不要出声 是不是 我们做一个好的公民 好的公民就是不要出声 其实 但以你是不是这样去 面对那个政权的压迫呢 第二就是智慧和谨慎 但以你展示了自己超凡的智慧 通过理解和解释这个梦境 就赢得国王的尊重和信任 那基督徒说 面对一些幻幻无理的政权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有立场之余 其实是需要有智慧和谨慎行事 就不是说我要表明立场 我就要去做一些很激的事情 我们首先要祈祷 接着我们要尋求神的智慧 还有我们要想一下 怎样可以表达 那我们香港人就说和理非 其实是对的 和理非是永远都是对的 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些很激烈的行动 去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不理想的位置上 第三就是讨告和倚靠上帝 但以你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他就是不断祷告 和他对上帝有个依赖 那我们祷告 求神的帮助是非常需要的 那我们 不单止为自己祷告 我们需要为社会和其他的人去祷告 好像旦尔利那样 他也是为当时巴比伦的知识去祷告 因为王要消灭这班人 他也是会为这班人去祷告 还有尋找一个解析的 第四也很重要的 勇敢和坚定 那旦尔利和他三个朋友 旦尔利书后面就会说这三个人 如何去面对政权 面对偶像崇拜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就是坚定自己的立场 他们就不拜偶像 甚至其他的官员 说要把这些人扔到火坑里面 还有扔到那些狮子坑里面 他们也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坚持 还是我们很简单地说 不如大家不要说话 当没事发生就行了 我又不去反对 我只不过不出声 但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的 坚尔利三位朋友是如何面对这些事情 第五就是公义和正直 在坚尔利的生命中 充满了公义和正直 他不参与任何的贪污和腐败 但是他就反而在一个多神教的角度里面 他可以显示出他对耶和华的信念 而最终呢 最终呢 最终呢 最终是 在这么多神里面 就是 他拜了很多什么 很多术士 全部都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唯一的真神 是 是帮他解到这个梦出来 那他对信仰的坚持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了 是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有请Victor 帮我们做一个回应的诗歌 请弟兄姊妹起来 拜拜 上帝请救我们 派耶稣派上祂的独身知 请救我们 还不能一听 我现在唱这首歌 《女儿的感慨唱》 不太唱这首歌 必慕最爱光明歌的歌 此刻再次能看见 主耶数 我感谢你 你的暴血 为我已留 不贵十家伤 以致因点涌流 是我远村的自由 一旦能似我生命 全力所 多福福建拜你 不贵十家伤 以致因似你所立的药 未极爱 永远不悔过你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神佩 为我依舍 陪我着开门 将一无名歌歌 习使我再次能见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奥犬 为我依留 你的奥犬 以致因地涌流 使我远村的自由 不贵十家伍 以致因我生命 祝你所 多福福建拜你 不贵十家伙癌 你所 多福福建拜你 你所 多福福建拜你 我操作到 你不是我身为 这耶稣我复复听百年 不关三角的高阳 心里所立的阳 没得乱运达不够地 我爱上我的安乐 请我三位 这耶稣我复复见百年 不关三角的高阳 心里所立的阳 没得乱运达不够地 我爱上我的安乐 我们专门耶稣基督地教导 我们成立有教会一齐 编帝姐妹的上序一齐 我们是学习 是如何将真理带给我们平息的人 好请弟兄姐妹坐下 这首歌唱国语的比较多 国语都好听 那家事分享的时间 跑步会 下个星期六月二十二号 麦尔本市中心跑序 就在Cinder Street开始 然后我们会经过Yarra River 然后跑去那些运动场馆 然后继续去Shyne of Remembrance 那里结束的 当日就有神秘嘉宾 希望大家一起参加 虽然天气有点冻 我们昨天也去了Altona那里跑 那里很大风 Alex没去 是不是怕冻呢 是的 这样就7月28号 我们也有一个活动 就是 Jilong直树日 那我们教会那天就会去到户外那边 就进行直树活动 然后下午就有个户外崇拜 那当日就 教会就不会在这里了 是的 另外就 也都有个Bot Game 30号 在这里 因为上个星期大家玩得很开心 其实我们东区有的 东区 是的 Bot Game就很热闹 然后上次就带着小孩一起玩 东区也有个 都是姐妹来的 她就在那里做Admin 在家里搞 都是很多人参加的 30号都已经爆满了 那我们30号 完了崇拜之后 也都在这里进行 那这次只是玩Bot Game 就不唱歌 因为太吵了 是的 有个地方 让多些街坊一起参与 就不一定说是基督徒的 那我们一起去玩这游戏 可以玩Monopoli和狼人杀 最后就去代讨的时间 那我们请Mita姐妹帮我们代讨 大家带同我们祈祷 大家带同我们祈祷 祈祷我们是众人家祭司 我们都要为其他未信主理的人 是祈求让他们早点得到呼召 来开他们的生活 接受你 做他们的教主 我们的兄弟姊妹当中 我们有些身体是很软弱的 例如Angela和Lawrence 他们很久已经有这个感冒 以及是吸受很久了 过了一个月都没有康復 你的心情是犯错 求主你是安慰祂 让祂早日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回去教会 和我们一起的侍奉敬拜祢 因为他们两位都是 很爱主的基督徒 同样我们的Fiona和Anne 他们都是这个感冒 还没有康復 求主你一直接触她的身体 可能是天气寒冷的关系 求主你让她健康的身体 是在做她的事 还有Fiona Fiona是很爱主 他们一家都是侍奉你 又来到教会里面 帮我们一起 帮我们一起唱诗策给你 她的女儿Aespa 是侍奉病 过两三个星期会发烧一次 求主你真是照顾这个小孩子 让她有健康的身体 不要要小心的 不要 可能是懒疼 可能是其他原因容易感染 主要不要让她发烧一次 因为发烧是令到小孩子身体有害的 求主你很好的 我们带领她们这一家人 叫她女儿有健康的身体 让Fiona是最深的侍奉你 和一家子有平安法律的日子 将我们的教会里面 需要音乐的事工 音乐事工需要有音乐感动 他们来帮忙带领 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也很喜欢 高兴责美 让我们有美好的声音 也需要我们学习到 如何将自己的声音 能够在诗诗里 告诉别人 你是爱她的 你是可以拯救人类的 枇头主你派更多主你的儿女 来帮忙做这个音乐的事工 以及我們教會的事工 我們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我們會同一個心志 我們向著我們的目標向前進 才跑 求主義保守我們的教會 我們今天這個崇拜也要結束了 求主義保守我們的腳步 我們的兄弟姊妹包括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兒女都是有著聰明智慧 聰明智慧是由神賜給我們的 你等他們很小的時候 已經知道怎樣去愛你 尊敬你和敬拜你 我們將所有的人 我們所有兄弟姊妹都加在你的手裏 求主你保守 我們這樣祈禱去奉主耶穌基督 阿門 三一座 三一座 好 勞勞貝塔姊妹 那麻煩弟兄姊妹同喜啦 我們同唱三一座 之後我們有請華牧師為我們祝福 好 準備 好 開始 よろしく洛 Turn preaching 敬拜俞進行 七香 五香 五香 敬拜俞進 Joy 三日橋 七香 三聲 三 Whooiva 三上半u四食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我们依然站立 我们可以低头领受神 华与给我们的赐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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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烦大家兄姊妹坐下 爱蜜土之后散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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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